申言第2章第20节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二人的路 但问题40岁很多人就开始退化了 但现在我发现我自己去到58岁 但问题我没有退化 我只会进步 甚至有些人在说话都没有我利落 我说你十几十岁的时候也没有我利落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我所说 原因是找到一个方法 就是你的身体里面全面的适当地 让它操作 而操作到的阶段它产生的需要 然后你满足在营养方面的需要 它就在那样东西不退化 甚至会进步 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的脑 其实我们 以前有个错误的概念 就是说脑细胞是不可以增加的 但现在最新人发现 原来是适当的 需要是会导致脑细胞是可以 再生的 可以增加的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脑的微思管 是可以增加的 导致我们的记忆 是可以 融会贯通的 起码我自己就是 第一手经历 这件事 原来就是 我们有效地用某一些东西 制造这份的需要 就会导致我们有这些 反应的 有这些的改变 而事实上我说的这些关于健康工作 就是针对这些 当然有些可以 浮追 比如拳击 自由搏击 那些 甚至我以前真的用过 超过两年的时间 每个星期都跑去游泳 而事实上我亦超过两年的时间 每天都跳弹床 OK 很多不同对身体这些操作的现象 而到最后今年可以告诉你 其实原来你每天都踩这个健身单车 原来是有某种方法 是最好的 这是一个叫做run in 可以说是一个预热你的身体 的一个状态 当你听到关于这个健康讲座之后 如果你没踩过半年单车的话 你后悔你不早点开始了 所以现在你一定要开始 每一天 去踩这个单车 等你身体预热了之后 到时候我会 慢慢跟你说 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这样做不单止是令到你身体 肌肉 骨架 内藏 包括原来你的脑部 所有的器官都能够 年轻化的 都能够使得你能够 更加恒善 你可以更加恒意 这个就是真真正正 我研究的 方向 因为我没有办法 可以说 世界上任何一种 运动的女士会更加厉害 除了 蓝球例外 因为为了我儿子 花了时间研究 关于蓝球的小小 但是最主要 关于研究信仰里面 就是我围绕着这个 我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 盲目地去寻找一些 运动 或者一些的做法 我是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我试过很多种不同的健身系统 因为健身不应该 只是练习一些运动 吃一些奶粉 其实健身是一个整传系统来的 试过很多次 尝试一些我觉得很厉害的系统 甚至我足足会是 放假自己 28天 28天 纯粹健身 这样去度过我有几年的时间 而试过不同的系统 当然觉得极之劲的系统我才用 但是试过之后 才能出现 我给你现在的资讯 这些的资料 这些绝对是会针对 你会有一个 更加年轻更加健康的身体 去能够侍奉到神 能够在那个过程当中 使得你执行上面 或者是去 学习上面 都会无往而不利 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差 其实读书都不行 其实是身体差 读书都不行 其实 一定有一个好的健康身体 所以这一点 其实会帮助到大家 可以说 整传人格的成长 一个支援 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新年第2章第20节 只为必是你行善人的道 守异人的路 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